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Fundman 今晚繼續有豐盛資產管理的英Sir 英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陳正樂,動手了嗎? 當然了,英Sir,不怕得罪說一句 你介紹了幾隻,我回去看完這套 股價都是高位附近的 如果高位我真的入了貨的話 隨時就是接火棒,中伏的 股票不是聽人說在低位買的嗎? 你這些叫做畏高症 在股民裏面很普遍,很正常的 沒有說那麼多,認不認得他是誰? 認得,保羅普巴嘛 法國國腳,萬聯中場 不過這樣,我們說股票,為何說球呢? 聽完我先說 你應該知道,保羅普巴2012年離開了萬聯 免費轉會,去了祖雲達斯 踢到成名之後,四年之後 萬聯用八千九百萬磅買回來 你貴了N倍都買回來的領隊 摩連勞利,不是傻的 早知今天又何必當初呢? 不過普巴都算叫做交到功課 萬聯今年就捧了聯賽杯 歐霸杯又叫糊 英超有機會進入前四名 還有超過二十場的聯賽不敗紀錄 普巴都算叫貴得有價值 從普巴的例子,大家就應該明白了 所謂便宜貴,除了價錢之外 其實還要看那件事的價值 如果你普巴踢到一無是處的話 八千九百萬磅當然不值 但是現在交到功課 你就覺得它可以了 股票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公司做得好的話 股票升了也不算是貴 但是如果繼續低一坨市的話 你就算跌了也未必是便宜的 是的,但是我的心理壓力還是很大 那你就真的要克服這個畏高症了 不如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搭的士的時候 起標價才得了兩元 現在去到二十四元就一樣照搭 但是的士起標價不到我們決定的嘛 那股票價格有得你決定的嗎 便宜的東西沒有好,好東西沒有便宜 其實股市跟超級市場差不多 通常的東西便宜是因為它可能快要過期 有些瑕疵又或者想要蓄銷 那現在人們沒有那麼容易 訂一些優質股票出來的話 如果你想等它會回了才買 不是不行,不過就挺難的 通常股價會大跌 可能是出了問題才會大跌 那到時候就算便宜了 你撿到,回想中會哭三聲 好的公司其實股價表現 就好像的士車費一樣 慢慢一路升一路升,其實很少會回 經常等運到,想股票打八折你才賣 其實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心態窮 那股票的合理水平 其實是跟著公司營運情況來改變的 好公司越來越貴是很正常的 那不如我問問你 如果大家利是來拖治沙士的話 你會怎樣做 那當然是買樓了 不要傻了,全世界都好像你這樣想的 還哪有盤給你看 其實股票不是一樣 不如你接受現實,現在出發吧 不過要記住 你剛剛下場,千萬不要賭身家 預先要交學費 買小一點,學費便不會那麼貴 那明白了 今集時間暫時到這裡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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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